就在6月17日的晚上 缅甸的首都内比都 俄罗斯大型运输机 卸下了大批的机械设备 这些机械设备呢 本来是应该用船运的 这是用飞机运输 说明军方免来武装 特别紧急 特别着急 也特别害怕 而且我们知道 其实有些物质 都是通过俄罗斯来运送的 现在的俄罗斯 帮助已经火急攻心的 明农来武装这些团伙 他们也清楚 缅甸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全国的战火已经燃起了 他们的同盟 明农来已经危在旦夕 不加紧的资源 恐怕一转眼就灰飞烟灭 虽然俄罗斯 他们已经是入不敷出 焦头烂额 但黄金之国缅甸 还有理由千方百计的要保住 其中的秘密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很多人都知道 实在不了解的 也是不可能去知道真相 自从新闻中有报道 漂亮国给了缅甸革命力量 1.68亿美元之后 军人就开始不淡定了 这一开头之后 西方社会开始源源不断的投资 就会介入缅甸 缅甸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已经与明昂来武装没有关系了 他们也只是个棋子 这棋怎么走就由不得他们了 现在军人已经是案板上的肉 他们两头都不讨好 最后只有被捏碎的命运 军人也挺惨啊 想维持这样的局面 想拿出一些美元购买进口的石油 因为缅甸贫困地区的民众都喜欢吃油炸的食品 消耗量比较巨大 因油量太大了 这些油军人就分给了他们的利益同伙 他们的帮凶20多个关一户 由这些公司要求他们以比较低的价格去卖给缅甸广大的民众 中间不要再加价了 能够减轻军方的执政的一些压力 缓解一下社会的矛盾 但是仰光贫困地区 我们经常看到的照片 有很多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买到这些平价油 他们供的油也能满足那么一点点的需要 而这些公司他们操作的手法也挺高明的 我是后面通过其他渠道了解 他们表面上看他们在评价销售 其实很多人来排队 就是为了比较低的价格买回去 把这些油接着卖给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又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再次出售 而赚取中间的高额的利润 这些公司其实已经赚得盆满 钵满大发缅甸的国难财 实际上现在已经到处军方的关系户都是这样做 他们害怕这些人下台之后 自己也跟着倒霉赶紧的转移资产到了别的国家 军人用足了这些手中的权力 换取了大量的金钱 然后用用这些钱来奖励这些筷子手 整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这哪是他们想治理这个国家 纯粹是把缅甸这个国家给搞得支离破碎 他们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 强奸人民的意志 在离行离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至于飞机运送的是什么紧急的物质 大概率是想帮助军人稳定下来给他们吃定心丸的东西 就比如一个病人得了癌症 得到了朋友告诉他有个偏方 这个偏方就是要吃狗屎去能治好自己的病 这些人为了自己得到根治去掉自己的病 他们连狗屎都敢去吃 就叫做有病乱投医 管他是什么屎呢 能治就行 政变至今 这些吃死的至今也不亦乐乎 能怪谁啊 因贪得无厌 得了癌症啊 最后被这些狗屎给噎死 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是昨天是缅甸全国庆养昂山素姬 素妈妈的79岁生日 昂山素姬本人是79岁 是巴巴学运以来 投入到了缅甸的革命事业 为缅甸民主的发展奋斗 奋斗至今 作为缅甸国家的领导人 至今还被军人关押起来 非法囚禁在某所监狱当中 素妈妈不屈不挠的这种奋斗精神 激励了缅甸全国人民的意志 军人心虚啊 怕得要命 就在每年的 素妈妈的生事 都要逮捕许多 纪念素妈妈的这些普通的民众 从这一点上就说来 军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残酷的手段 也没能全面的掌控缅甸人民的意志 特别是在昨天 素妈妈的生日的纪念日 在阳光就抓捕了 又抓捕了一些带花的年轻人 特别是每年这个时候 缅甸全国人民都会不惧惊人的危险 纷纷自发的纪念他老人家的生日 军人对昂山素姬本人也是恨之入骨 素妈妈的存在阻碍了他们的妄念 长期奴役缅甸人民的梦想 由于昂山素姬本人的国际威望 他们也没胆量把昂山素姬加害 在这个问题上军人已经纠结了几十年 老军头丹水他们执政期间就成计谋 在曼德勒苏妈妈旅行期间进行袭击 许多的民众为了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的魔头明昂兰又有贼心 但是没这个贼胆 军方还放出口风 要在监狱里来为昂山素姬庆祝生日 这是黄鼠狼给击败你 他能安什么样的好心呢 他也是太脆弱的心了 一个玻璃的心啊 其实缅甸已经离军方控制 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不管是俄还是北朝鲜等国家 怎么会有反对派 即使有那么一两个英雄 分分钟就被镇压下去了 军人如此的强势镇压 都阻止不了缅甸人民的革命热情 和纪念昂山素姬生日的热情 说明了缅甸人的本质 不是贪生怕死 他们是不畏强权 坚持到底 坚持斗争 野火烧不尽 春风春又生啊 这样的国家与人民是战无不胜的 再说说缅北国感同盟军 军人大量的装备 已经进入缅北重镇拉序 仿佛胜券在握 这军人哪来的底细呢 现在我们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他们早已经用上了认知战 因国感地区的华人众多 他们利用宣传挑拨离间 造谣等手段分化同盟军内部关系 许诺利于好处 使一些同盟军的战士投奔了缅军 明迁案建南防啊 同盟军也早已经做了预案防止军人的渗透 严查棉宇地区的人进入国感地区 军人对华人控制的区域能力有限 想做这些人的工作也无能为力 只有华人自己受到了诱惑 帮助军人 怪不得军人 近期信心满满的胸有成竹 原来他们早已经计划好了 理应外合 就在前天国感同盟军宣布 抓获了同盟军三个内部的奸细 没收了这三个人的全部的财产 他们分化了一部分的革命战士 投靠了明昂来武装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判断 这三人在同盟军当中的地位 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地位 这次的清理粉碎了军人背后更大的阴谋 使同盟军内部更加的团结 军人也只能望洋星探 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 有彻底的失败了 缅甸华人世界就比较复杂 谨慎的选择华人媒体报道 当然大家也可以怀疑飞鸽 每个人有自己的看到 我们不能光去说别人 也来说自己 这就需要大家冷静的分析一下 到底是谁说的是 比较真实的一个缅甸的情况吧 我们现在还是要关注 国感同盟军的动向 因为他们的动向也牵扯了更多的华人 华语圈 大家更关心这次队伍 在缅甸全国解放战争当中 能够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战绩 能够取得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地位 感谢大家持续的对飞鸽我的关注 也感谢你们继续的评论点发 让更多的华语圈能够知道 缅甸发生的真相 我们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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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再见